第二十题,首题硬仰上标示需使用电源电压为12伏特 下列关于电源电压12伏特的叙述何者正确 A,电源每秒提供12库仑的电量 这个是错的,因为要知道每秒钟提供的库仑 那个需要知道电流,那电流I等于T分之Q 那么这里我们题目没有电流大小 所以我们不晓得每秒钟提供的电量有多少库仑 那选项B说,电源每秒钟可提供12焦耳电能 这也是错的,因为每秒钟提供的电能 这个叫做所谓的功率,P等于T分之1 那我们这题题目里面没有告诉我功率 所以我不晓得一秒钟能够提供多少的电能 那么选项珠说,每次使用都能够提供12焦耳电能 这个当然是错的,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时间的状况不同 不可能每次所提供的能量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有选项C是对的 那么他说,电源每秒钟每库仑有提供12焦耳电能 这个是对的,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E等于QV 那么所以我如果有我的电量多少库仑 乘上我们的电压就会能够知道能量有多少 所以第20题目我们说 下列关于电源电压12伏特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,电源提供每库仑电荷12焦耳的电能 下列关于电能 下列关于电键市三 trade关于电键市三户 然后这段时间率可以从电键市中下列提供 我们下列关于电键市南瓜星呢 我们下列关于电键市第二个一位